你也说到政府出招的力度少了 不过刚刚害怕美团又中了一招 之前二选一的垄断罚款终于出了 罚它34亿人民币 比起阿里巴巴之前罚了180多亿人 金额上就真的少 当然计算是一个4%一个3%收入 大行普遍就说出了罚款 就叫做不明朗因素消除 但是是不是真的罚一次钱就不会再罚第二次钱呢 如果针对二选一这个反垄断行为 按照今次市监局完成了调查 去公布了罚款 应该是一次性的 你说接下来再加罚款 就可能针对其他违规行为 包括可能一些数据安全 或者可能牵涉到一些之前收购方面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金额都应该不会说 及得上这个二选一方面的银码是大的 所以如果你说今次出到来都只是罚三十几亿 占了收入比重都是3% 我都相信市场都觉得应该是收货 即使你说接下来再有第二次第三次罚款 应该金额都不会说再大过这个数据 但是都要留意就说今次虽然他被人罚过一次 但是他都要继续承诺在那个营运上面 接下来要完全是整顿 特别都要提醒在那个平台的竞争上面 都不能够满用那个自身优势 兼且对于各方的持份者的利益 也都要保障得到 当初可能牵涉到包括一些骑手的福利 工作量 或者接下来需要帮他们攻卖一些社保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议论的空间 所以即使你说短线里面好像罚款的金额 初步是反映了 但是就不代表未来没有一些进一步跟进的行为 或者他们要整顿业务的压力 是的 今次这样34亿 其实美团第二季自己本身在亏33亿多人民币 然后也都说承诺了又要共赴又要再投入一些 加上Jason说又说要保障骑手的生计 买一些保险保障 来到公司会不会继续都没有钱赚呢 如果要美团扭规为盈 我觉得都是以年计的时间才能够做到 就不要展望他在今年或者明年就能够做到 一个break event或者甚至乎赚钱 这个都不是就牵涉到罚钱或者监管的问题 而是刚刚你提到他本身都要有一个很大的投入 特别是一些社区电商社区团购的业务上面 要再加大那些补贴或者是烧钱的那个力度 另外在那个成本开支方面 刚刚提到骑手的福利 其实现在整个社会是很关注的 即使你说未必说去到要全部帮所有骑手去买社保都好 但现时在做的起码都见到就说每一个骑手 每天的配送的量就不可以好像之前是这么密的 就要给他们有一些作息的空间 那某程度上就令到美团在请骑手方面可能要请多些 整体额外成本也是多了上来 这方面我都觉得对于美团里紧的影响都还是会存在 好 即是他暂时还是没有钱赚 在ATM三者里面只有他没有钱赚 但他走势最近又最好是他 率先升穿了100天线 但去到280元流上已经开始踏入了一个蟹货区了 上面再望上去只剩下250天线而已 292元 如果黄金分割高位回调反弹到0.382 大概都是290元的位置 那是不是看上去可能290-300元 顶尽给多10-20元左右呢 都已经是差不多短线的上网空间 所以不是说太多空间不是说太直博呢 同意 基本上如果你说这一刻去买美团 都是一个短线部署为主 上网的目标就不要说太进取 所以不要说要去到350-400元才打算去吃虎 我觉得暂时都是往回大概300元 或者再高一点的 看回今年6月底那些高位大概330元 我觉得阻力都会相当之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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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